臉書 歡迎收看今天的敗國我怕遊戲 No Mercy 我今天開場的時候看錯鏡頭 我以為是中間那一隻 結果那一隻 糗大啦 又到我們每個禮拜五最專業的 格鬥遊戲節目 大家好 我是盧比 我們今天呢 感覺好像 手露出來了 好啦 今天呢 因為呢 某一些很多緣故 我們等一下會聊一下 這個今天中 今天開場會比較不一樣 不過呢 你們手很煩耶 好啦 今天人比較少好不好 比較冷清一點 比較沒有那麼擠 要不然以往我們旁邊就是擠了一個葉子在旁邊 今天都分開做了 好 我們歡迎今天 當然我們的主持人葉子 還有我們的來賓 YOLO 好 陳陳安好冷清 好冷喔 好冷清喔 好冷 好冷好冷 然後還有一個奇怪的東西 軟了呢 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有 我們看那個美國電影不是常常會在那種 那邊看起來也差很多欸 有嗎 有嗎 他是滾什麼東西過去 再滾一次好嗎 我沒看到 看一眼看一下 那個特效 是不是就是那個雜草堆 對阿 就那個雜草堆阿 對啊 對啊 可是那個雜草堆為什麼長得像栗子阿 對啊 像栗子 好啦 那因為呢 我們固定班底就是我們 恰恰接龍東 這是值得賀喜恭喜的一件事情 就是 餓寶今天下午一點的時候出生啦 太棒啦 我們有接到他的照片嗎 我們掰 你沒有帶麥啊 Excuse me 你今天上班嗎 是 好我們讓哈魯結一下餓寶的照片 這個就是終於啦 因為我們看冬嫂也挺大肚子挺久的 真的啊很辛苦啊 真的是肚子超大欸 如果大家有去follow那個恰恰的粉絲頁 就是金融東的粉絲頁的話 就知道那個懷胎十月真的是非常辛苦一件事情 沒有錯 而且又有一隻小的要帶對不對 對啊 兩歲正歡的時候 超辛苦 那希望恰恰可以專心的顧小孩陪老婆 雖然說我覺得他應該不會做到這件事情 他會找機會就把小孩丟到老婆的病房 然後跑去湯姆熊釣魚啊 這是他做的事情 好啦那我們在聊天的過程中 先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我們麥卡貝有多一個聊天室的新的彈幕可以刷了 好不好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聊天室右下方呢 有幾個圖案 每一個節目都不太一樣喔 我們的節目 因為我們接下來會接統神電台 所以會有一個癢有沒有 然後再來就是魚 那個是魚嗎 魚在吃藥 魚在吃 有病要吃藥有沒有聽到 有病要吃藥 那個不是癢那好像是肺 那是肺嗎 那是肺 那是肺 然後再來是葉子的頭貼 YOLO的頭貼 還有我的頭貼這樣子 YOLO的頭貼 不知道幾百年前了 好久了一年多前 你那是第一次還是第二次上節目啊 跟統神那一次 那一次可能是第三 四次左右吧 就是沒前面 就是你當兵前嘛 對不對 當兵後 後了 當兵後了 因為那個是瀏海 我就很喜歡瀏海啊 那是當兵後 我確定當兵後 就是你COSPLAY肯那一次 對對對 反正就我跟統神來那一次 統神吃屎那一次 啊啊啊啊啊 統神吃屎那一次 統神吃屎那一次 你那個時候 你應該現在也沒想到 那個傢伙瀏金 變成你的老闆 真的欸 對啊 那個死胖子是誰啊 該吃屎好啊 吃屎啊 變老闆啦 把這段截起來 等一下那個統神電台 放給他老闆看 說實在的 那時候他還沒有 還沒有看過他 以前應該不認識他吧 對以前不認識 以前就是聽聽傳聞就是 因為他打low圈的年代 對啊 完全不認識 那個時候應該連他的實況 都不會去想看 完全不會去看 就是耳聞就是他 名聲很臭啊 那現在 現在會去看他的實況嗎 啊還是不會啊 哈哈哈哈 等一下老闆來源就知道 不會不會 你完蛋啦 總是要去給他關切一下 他也是有這樣快打 欸 我昨天才看到他在LINE群組裡面 問說那個 欸那個66厚厚厚 66之後那個幾F要怎麼算啊 他今天還問我啊 真的假的 他直接問你喔 他說欸我現在才知道八弟指令頭丸66是正負靈欸 哈哈哈哈 他現在還知道 我說對啊 然後他說我們為什麼 原先人還是會被頭怎麼樣 他說不是看到就可以點嗎 我在這邊跟他解釋一些就是 F數的東西 對就是比如說指令頭丸直接下動腳 人家如果是起身第一點 可能就會被crust counter 對對對 我跟他說不是每一個高手都會看你錢錢才點 原先人可能就起身點 對啊 就類似跟他講一些觀念啊 他真的蠻認真的 他說欸有了我想到了 我要再問你一件事 所以他以前打說沒有在管F數 沒有啊 他一開始沒有在管 他就真的是打開心 可是他越打到越後面 他會去開始認真研究一下 真的真的 快打就是這樣子嗎 對啊 這個就是真的有心在玩啊 所以我必須說老實話 就是其實現在 我們現在快打的這個圈子 會比以前來的發展的好 有一半也要歸功於他 真的 真的啊 有一半因為你知道是多少人看了統神 玩快打之後才跑來玩快打 很多 超多的 比想像中還要多 我覺得有好有壞啦 因為現在還是會多了一大堆 就是 自以為自己很懂 但是假懂的那一種 那還好啦 那個 那個就簡稱是釣魚 那個在聊天室釣魚 但是我覺得那個 不見得是同粉 不見得啦 有時候不見得 是啊 真的不見得是同粉 說實在統神的聊天室也不見得 都是他的粉絲 真的啊 這麼說 這個 一語點破夢中人 一語點破夢中人 好啦 那阿B呢 那我們剛才講到金融東的部分 就是我們要看一下惡寶的照片 新出爐的喔 哇哦 好小喔 看不到啊 對啊好可愛 好小隻欸 這樣子看起來有三千公克嗎 應該沒有吧 兩千多 聽說兩千八 可能他肚子那麼大 哇 欸所以 原來生出來以後就可以馬上 要看狀況 要看狀況 理論上都會直接先放到那個 保溫箱 保溫箱裡面 沒有保溫箱是早產的才需要放 早產才需要放 對對對 這個就是 蘇貞出來沒有什麼問題 應該就可以直接爆了 那總之恭喜啦 就是 那個 大的叫恰恰嘛對不對 小的原本要叫阿福 對啊原本要叫阿福 後來就沒有 阿福好難聽 沒有打算要取名 好像沒有打算要取乳名 有吧我記得改叫波波阿 沒有波波也不叫 波波也不叫 波波也不叫 好像是改叫小恰恰之類的 是嗎 原本已經有一個小恰恰 還要再裝什麼小小恰恰 應該叫迷你恰才對 迷你恰 迷你恰也不錯 迷你恰 迷你恰 越叫越小 好啦那總之呢就是 接下來大概 除了這個禮拜下個禮拜 金融東也會帶在月子中心 就是當個秤職的爸爸 對 大概就當這14天 14天而已 14天而已 15天秤職的爸爸 接下來就回覆到原本的 對 我做小恰恰你帶啦 我做小恰恰 你不要叫人家本名啦 實在是 好啦那 欸 剛剛有賽到 有賽到 沒關係啦 還好啦還好 反正 如果沒關係啦 我們就叫他三重新黑亞西 好啦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 我們固定班也有RB呢 人已經在法國了 人已經在法國了 法國了 他要參加這個算是大家從 今年年初就開始非常矚目的就是 紅牛的邀請賽 真的 Red Bull 2017 這個是已經辦了連續第四屆 算是非常知名的國際邀請賽 那 紅牛邀請賽呢 也產生了相當多的經典賽 是也 誕生出了很多職業的高手 那包含 泵獎 包含那個 梅元 Rufi Infiltration 這些人都是在那個 紅牛邀請賽有非常漂亮 漂亮的表現 那Rufi因為他是 因為 這個比賽是紅牛在法國當地所舉辦的 所以那個地主選手 Rufi當然是其中之一啦 然後再來就是 梅元大吾在那個 紅牛的表現也都相當 算是相當的不錯 那再來就是 Infiltration 是在去年拿下了 紅牛杯的冠軍 紅牛要請賽的冠軍 那 跟泵獎的淵源就比較久遠一點 因為是 泵獎是因為在 紅牛邀請賽拿下冠軍 我忘了是哪一年 好像是四代最後一年吧 四代最後一年 用沙卡特拿下冠軍 所以 剛好那一次就被 紅牛簽約一直到現在這樣子 那算是 所以呢 我們剛才提到的這些選手 在這一次的邀請賽都會參加 那 很開心這一次也有機會 為大家做中文轉播 讚 因為去年有播 去年是第一次播 紅牛的中文轉播這樣子 然後 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那一次的收視率非常高 就是大家都很矚目 這種鐵龍 鐵龍戰 算是這個比賽的傳統 這樣子 那 今年的也許 我不知道啦 我不知道是不是還是這樣子 我覺得應該會啦 應該還是啦 不是鐵龍 對啊 因為他之前都是這樣 都是雷台鐵龍之類的 然後 去年是還多了什麼 輸了之後 要去把鑰匙插回去 還是拔起來 有嗎 有有有 那就是 輸掉一個被 你被淘汰之後 就要去把自己的鑰匙拿起來 抽抽抽抽抽到最後就是 那個鑰匙全部都解完之後 打開裡面就是冠軍獎盃 這樣子 有做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這樣子 輸了之後你要自己去拿鑰匙的設計 還要tag你這樣子 真的很落寞這樣子 還要接受訪問之類的 好啦 那今年的紅牛盃的轉播 禮拜六 在這個禮拜六是 獄賽的部分 那獄賽會一樣會有當日獄選 那當日獄選有非常 兩位非常受注目的選手 當然也有一些其他有名的選手 但是我自己覺得 有兩位值得提出來 第一個是大鳥 因為其實去年的紅牛邀請賽 他就是打當日獄選 進去 然後害我裸奔 大音小笑 就是那一場 我覺得另外一位是一個好鬼 另外一個有點忘記了 我印象中是一個好鬼 五代的好鬼嗎 沒有吧 不對不對抓字 抓字嗎 有點忘記是誰 對有點忘記 另外一個有點來抽人數的 有一點點的 那這個當日獄選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 算是最近還蠻 火紅的一位日本玩家叫做 利川 利川 利川這次也有去參加這次的獄選 所以呢 雖然說 當日獄選的部分沒有做中文轉播 但是 有做host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當日獄選我覺得 非常高的機率是這兩個人出現 因為其他 雖然說有 有其他的一些歐洲強好賽 但是我覺得 這兩位出現的機率應該蠻高的 因為他是一個 16人制的賽事 然後要14個是被受邀的 當然RB是其中一個 另外兩個就是當日獄選 其實 像日本 像算亞洲人 這樣子去打當日獄選 是非常賭注的一個行為 對啊 就是你花了 好幾萬塊 然後去歐洲比賽 然後去賭一個 你不一定會進得當日獄選 對啊 所以說是 我覺得是沒 對啊就是Tajigawa Tajigawa 你知道為什麼大家都會講這個Tajigawa嗎 就是因為那個韓國比賽的時候 Tajigawa是亞軍 然後那個主播每次講到那個立川有精彩表現的時候 他就Tajigawa Tajigawa Tajigawa 韓國主播真的很厲害 韓國主播主演很厲害 還是我覺得僅次於法國的 法國是 對 而且他是一個人而已喔 對對對 他一個人 戴帽子那個 欸 欸 講一整天欸 對對對 我每次看法國那我就覺得超強 欸真的 他也是蠻厲害的 好 總而言之呢就是 RB再去 如果大家有followRB的臉書 或者是推特的話 就有知道這一次 我們知道去年小巷是收到了一台 PS4 PS4 我記得是Pro嗎 那個時候好像不出 那時候還沒有Pro 那時候還沒有吧 對啊一年多久 反正也是一整組的 對 然後還有送背包之類的 然後 今年更誇張 今年超好欸 今年超誇張 超好 你還沒看到是不是 沒有到車啦 差不多了 Acer的筆電 筆電喔 電競筆電 兩三千美聽說 兩三千美 就是目前那 我知道 紅色那一台 紅黑那一台 聽說是兩三千美 目前最貴的那一台 對 目前最貴那一台 他們上次還辦油體Party去 去Push那一台 那一台是不是超過十萬 應該好像有 它有好幾種型號 聽說最貴的好像有到三十萬 最貴的是二十幾 二十幾 我記得是二十幾塊三十 27多的樣子 誒很誇張欸 一台筆電到快三十萬 對啊 那就所有規格都是最高的 對啊 好猛喔 但是 一般RB 應該就用不到 他只說拿來爬牆而已啊 爬牆是什麼 對 要不然就拿來打龍虎門 拿來打一些那媽的環球2D頂戲 他打什麼三國志之類的 他用不到啦 用不到 我等一下跟他說三百塊收啦 騙他是不是 他絕對不給你說 三百美 三百美 那所以呢 你知道被紅牛邀請賽 就是這次去的十四位選手 都是一時之選 都是一時之選 所以希望RB可以加油 那只是 聽說RB有在 小蔡直播的時候 就是跟他越洋連線 通話 然後聽說有爆料一件事情 就是 因為他們已經到 他們都是受邀選手 然後都提前一天到飯店 然後一起要去吃飯的時候 聽說呢 Infiltration 這次是跟他老婆一起去 然後呢 在房間裡面待了很久 沒有出來 就是大家都要去吃飯了 然後在那邊等淫佛有沒有 然後結果他都沒有出來這樣子 那 那至於是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等RB回來可以問他一下 他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沒有我覺得以RB的個性 他可能會貼在門上 對對對 以RB的個性他自己會準備一個小杯子 貼在門上 那RB的個性他就會這樣啊 不要小看RB 我們RB是很厲害的 好不好 這個知道你是厲害在哪裡 你告訴我 很厲害的RB就是 他發生任何事情 他都知道一些人家不知道的事情 對對對 他每次都會有一些八卦 像他之前就去說什麼 Margo的八卦 什麼之類的 他永遠都知道 每次有八卦有點逃不過RB的發言 你知道就是大家如果去看RB的直播 他就沒事會把這些八卦 對他每次都會講一些八卦 他就很厲害 他是出國比賽 他其實出國比賽的次數沒有很多 可是他知道的八卦都比別人多 真的真的 我以為快打圈最八卦應該是基隆東欸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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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東大概有一半也是從RB那邊聽過 真的啊 真的真的 要不然就是有一半都是基隆東自己身上的八卦 哈哈哈哈 比如說這都是熱色桶找錢 有沒有 那種之類的 就是基隆東自己身上的 其他都是RB RB真的很會找八卦 對真的 RB也是一個八卦集中地 總而言之我們就可以期待RB拿到好成績回來 希望 因為其實他的對手當然也不是神遊的燈 一定都是非常強的對手 美元啦 TOKIDO也有去嗎 TOKIDO好像有的欸 TOKIDO去嗎 還是TOKIDO要打Eleague TOKIDO是Eleague TOKIDO是Eleague 對他有拍那個宣傳片 對對對 那 關於這些比賽的資訊就是 我們這個禮拜六其實 這個週末其實有非常多的比賽可以看 三個嘛 總共Eleague 然後 那個 美國白金賽 紅牛邀請賽 總共三個大型的賽事 所以 這個 剛好是端午連假 大家在家裡閒閒沒事可以看比賽 看比賽 幫台灣的選手加油 因為三個 大型賽事就有兩個有台灣選手 我們剛剛除了提RB之外呢 就是 美國白金賽在芝加哥所舉辦的COMBOBREAKER 那小巷跟小寶兩位 也都前往參加這次的白金賽事 那 我個人覺得這樣子的決定是蠻OK的 因為其實你看 這一個禮拜的 大型賽是這麼多 你要搶分數就成現在 喔對 選手分散嘛 對你看Eleague那邊就已經 八位選手去了 紅牛又十四個 紅牛又十四個 再加兩個當日 再加兩個當日 還有一些強的也去打當日 對對對 所以實際上在紅牛那邊 也分散了大概二十個了 嗯 那美國白金那邊 也不是說沒有高手啦 就是 還是有一些美國當地強好在 可是相較於 相對容易了 相較以往你出個POO 你就要遇到什麼 MOMOCHI 對啊兩個 要遇到兩個名人 這種情況就會比較沒有那麼容易發生 可能一個POO 就一個名人而已 運氣好的話 運氣好可能一個名人都沒有 對不對 對也是有可能 因為小寶跟小巷目前都有積分 所以他們一定是排種子進去 對啊 那非常有高的機率說 那他這個POO就可能只有他一個種子 有可能 那我們今天呢 節目裡面都會稍微分析一下 這些比賽給大家聽 大家不要錯過今天的內容 我們再稍微聊一下 今天呢 除了比賽的內容之外呢 還有一些精彩內容要告訴大家 當然 當然我們今天也不是沒有特別來賓 不會說金融東不在阿B不在那我就沒人了嘛 我們今天呢 還是有很熱鬧的時候 我們今天 淡水人跟我們的神秘正妹 藏法正妹來賓呢 會跟我們 現場來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上個禮拜 越南的比賽 講到越南的比賽 這邊要再鄭重的恭喜一下 我們YOLO拿下的第五名 恭喜 OK了 雖然差一點 因為你知道 上禮拜我們泡好戲就在那邊有 每個人都下一個季評 就是說誰誰誰如果前幾名 然後可以幹嘛幹嘛這樣子 很可惜 就是 到最後發現 差一點就可以去維格了 所以你真的有在期待那個季評 你有期待哪一個 誰跟你去啊 不好說 不敢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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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那個優惠券 這個禮拜的聊天室 每個人都在洗 維格 我一個沒去過 我一個沒去過 那我記得YOLO部分的季評是有誰啊 小梅說前三名就吃飯看電影嗎 好像是吧 我記得是冠軍 就是前三名一起吃飯 冠軍的話看電影坐旁邊嗎 好像是啦 好像是啦 我記得是這樣子 可惜啊都差一點 沒有輸給TOKIDO就那個 沒有輸給熱狗就那個 沒有輸給熱狗就那個 現在講起來 現在想起來心裡還會不會很歐啊 滿歐的啊 滿歐的啊 我覺得輸給TOKIDO就是你 如果大家有去看YOLO就是 回國之後他當天的直播 他其實講了他 很多就是大家在看比 看比賽的時候沒有看出來的東西 那今天因為時間關係 比較沒有辦法講那麼多 但是我就覺得 簡單來講就是 打熱狗那邊其實就是 大家比較在意的一點 我希望你可以在節目上面 稍微跟觀眾分享一下 就是 大家都知道我們一開始看 那個 YOLO輸給TOKIDO下去之後 是遇到熱狗 那熱狗這一位 來自香港的將軍玩家 當然實力非常堅強 那 可是你之前也有跟他 對戰過的經驗了 那我們知道你是 研究對策非常厲害的一個玩家 就是 像你打贏卡茲諾狗就是 你功課做得夠好 對 那 我相信熱狗 你知道他要去的時候 你應該有稍微做一下 他的功課 對沒錯 基本上我有做他的對策 那 在前半局的時候 我的對策都是發揮相當完善 因為熱狗其實他有 幾個比較 重點的東西是 他很愛進攻 因為他很好滑梯 然後 他在被關角落的時候 他很喜歡用 踩腳 1S踩頭 就是一些習慣你都抓到了 對一些習慣我都抓到了 然後我也有事前 有試過一些對策要怎麼弄 包含一些什麼 46P 穿波之類的 所以將軍對策 我其實自身做得非常好 然後就是打到2比0之後 他的軍師就跟他講了一些話 他的軍師是誰 Sonic 然後他就是 把打法完全改變 把節奏完全放慢 然後之後就是 就是 把防守節奏放慢 避免做高風險的事情之後 利用將軍的高破壞力去 打擊我 所以說在這一次的對局裡面 就是大概前面兩盤 也就是 你拿下2比0 所以這些事情 你有做好嗎 我已經完全做好了 所以關鍵在於第三盤的時候 Sonic有跟熱狗 你覺得他是跟他講了什麼 因為我原本是猜想 後面熱狗跑來我直播跟我講 就是我講的是對的 就是 對 因為我就是想說 他一開始就是很愛進攻 很愛第二時間速點等等 做一些 就是 侵略性防守那種事情 然後 第二 2比0之後他就幾乎不做了 然後他就是 很明顯的把節奏放慢 他就是把距離拉遠 他也不 他也不做一些什麼 我開始說比較安全的事情 對他就是把節奏整個拉慢 所以我那時候想說 Sonic應該就是跟他講 比如說不要節摔 節奏拉慢 對 不要做什麼第二時間速點 這種危險的事情之類的 其實我們上禮拜 有稍微分析過 你這個人的打法 就大部分人都覺得 你會輸在一些 就是 比較出其不易的招式 或者是比較 就是 就是路人 路人上 就會覺得就是 你可能會輸在 大家比較意料的地方 所以我前面差點就輸了 我在第一場差點就輸了 第一場 你說打那個 中國拳王 我差點就輸了 那一場有上直播嗎 那一場有上 我全部 我每一場上直播 你每一場都上 我第一場開始就上直播 超屌的 那個主辦單位真的是超看好我的 沒有 原本不認識我你知道嗎 然後就團體賽 我們表現得不錯 然後我把他們慢幹掉了 然後他們就 喔喔喔喔 OK 然後我隔天全部都上直播 全部都上直播 然後我打一個他們就說 欸 欸 九拜單位期待的黑馬 對啊 對啊 非常好 非常好 你會不會被越南人告啊 不會 表現人要講話 他的口音真的是這樣啊 好啦 所以 打 這樣的一路打上來 當然打贏Cazinoco 是一個關鍵的地方 對蠻關鍵的 出Pool的部分 所以2比0 算是有在你的預料之內嗎 差不多 因為就像我說 我那個對手是新的嘛 對啊 然後就是想說Cazinoco 如果不知道的話 第一次出箭很容易 就是被我2比0 我那時候原本就已經有預料到這樣了 那你覺得如果跟Cazinoco 變成搶3 是不是就比較不容易變成 搶3應該還是有機會 還是有機會 如果是掉敗部之後再上來 可能就不一樣 因為時間會比較多 而且他可以跟他的隊友討論 對啊 因為Margo什麼東西都在地下 我覺得這個就是 當你出國比賽是有一群人出去的時候 好處在這裡 因為越多的人可以看到你 在比賽的時候沒有發現的事情 這樣子 可是呢就我的感覺 就是你們這一群人出去 好像也沒有什麼用 對啊 我沒有什麼用 我有用啦 其他也沒什麼用 人家在打的時候 我在上面慢慢加油 我在打的時候 然後他們都在底下滑手機 我超生氣的 然後就想說 比如說贏了我想要擊掌 贏了就 沒有人 對就沒有人 就 就這樣 就這樣而已啊 我看你們之前好像也沒什麼互動啊 對啊 不像其他國家就可能 等一下怎麼樣怎麼樣 對啊 台灣沒人 台灣出處有薪水啊 連日本人他們都會稍微這樣子 等一下 我突然想到有互動 小寶那個最後一次 他就說要不要換腳 然後石油王搖頭 然後他還自己要打 冠軍賽的時候 他那個是石油王 問TOKIDO 說 欸小寶要換腳 他換古代你覺得有沒有機會 TOKIDO說絕對沒機會 完全沒機會 然後一聽到之後 他就直接說欸小寶 TOKIDO說沒機會不要換腳 不要換腳 然後日本人全部都在笑 對 所以是石油王主動Cue小寶 所以小寶在轉頭 對小寶還轉頭 然後小寶就轉回來 再猶豫一下之後 小寶 那頭跟你講說沒機會 真的不要換 真的不要換 然後我就跟小寶討論 然後小寶就說 啊算了 爪子也沒機會 就換換看了 超好像底下日本人都在笑 所以他們聽不懂 但是日本人都在笑 觀眾講我才發現 就是小寶也沒手機可以滑 對 超可憐的 超可憐的 就是小白 我一定沒有 不是小白 那個小寶去越南 手機被搶這件事情 我相信大家也有耳聞 這真的是非常倒楣 超倒楣 不是啦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沒有手機滑 所以他在過程中 他可以觀察每一個選手在打的比賽 真的耶 然後像你的比賽到一半還在看聊天室 他滑手機的 看聊天室的 難怪 我沒有看聊天室啊 你有看好不好 那你都上勾了 那是我妹啊 我沒有看我妹在手機過去 你幹嘛啊 那老招了 老招了對不對 我就講到這裡 就是你看 連去比賽都可以看聊天室 然後被調 真的是不枉費 所以我今天準備了一個禮物要送你 因為其實我們祭品都沒有實現 但是我還是準備了一個禮物要送你 就在葉子的屁股下面 真的啊 太棒了 這個啊 太棒了 這個 你知道嗎 這件現在 全省UNIQLO 還買不到 真的啊 全國UNIQLO還買不到 這是網路門市限定特賣 新出的好不好 蠻可愛的啊 這穿出去絕對不會跟人家撞衫 因為不會有人把鯉魚王穿在身上 我那天就問 我那天就問YOLO說 你穿什麼尺寸的衣服 然後他就說X0 然後他就說怎麼了 我就跟他騙說 我是廠商要你的尺寸要送你 好大件喔 他X0比較大 對啊我喜歡穿寬鬆的 我喜歡穿寬鬆的 我都可以拿來當裙子了 很棒耶 真的你要穿一穿就給我嘛 這件超棒的耶 蠻棒的 我覺得蠻棒的 真的蠻棒的 來來來送給YOLO 感謝 希望你可以展現禮物的意思 我下次就帶這件去比賽啦 帶這件去比賽 太神啦 好 那再來就是 我覺得關於越南的比賽 我們可以等那個 就是 我覺得 因為其實 那個淡水人跟神秘嘉賓都有去嘛 對不對 都跟你一起去 所以 我們到時候再來討論一下 一些 除了你觀點看得到的東西之外 我們再來看討論 可以越南一些其他的部分 OK沒問題 好 那接下來就是 這禮拜連 小梅 小梅 小梅就算了 因為他有訂那個 你知道他有訂公館大搖 我知道 然後公館就很 撒起 就很阿沙里的跟他說 沒關係 小梅你那個 弄一個開箱影片 我就這一支 又要趕著送你這樣子 所以小梅就 弄了一支開箱影片嘛 對不對 然後我記得還有提到你啊 最後是講了什麼 我忘記了 我也忘記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又是不可以不行 是不是 又是可以不行 好啦 所以那個小梅拿到搖桿之後 當然是很開心的 想要上線玩阿 可是小梅還沒有練習得很好嘛 對不對 就是他基本就是 練一些基本連段 對對對 所以他找了一位人兄 跟他一起玩 就是大概實力跟他差不多 結果是鳥死 然後鳥死就 聽說鳥死是被慘敗 被三連勝還四連勝 真的嗎 對啊就是那天 小梅開實況在打的時候 然後聽說鳥死很生氣 然後之後 你知道我收到誰的簡訊嗎 我收到六炭的簡訊 六炭公主說 那個鳥死他想要認真的練一支角色 然後叫我跟他講 撈撈的連段 你知道嗎 他說有點撈撈 對對對 因為鳥死就選了一個 拉拉看起來很騷 你知道他挑角色的 那個標準就是騷 然後因為Julie是DLC 所以他 沒有賣完 對對對 他沒有花錢 他沒有花錢買DLC 他就選了拉拉這樣子 然後六炭在兩三點的時候 問我說 那個鳥死想要選連段 可不可以 我就想說 哇 我就很開心 因為我是很開心的 我就覺得說 哇又多了一個人可以來 一起玩快打這樣子 然後我就趕快去找一些 拉拉的連段 以前才發現 拉拉還真的沒有什麼連段可以練 拉拉還真的沒有什麼連段 就都很簡單 就都很簡單 然後我就趕快弄一弄 然後給六炭這樣子 希望鳥死可以趕快學起來 報仇好不好 因為聽說那一天的戰況是滿慘的 OKOK 男生都不想輸的拉 對阿 男生一定不想輸的 我相信以鳥死的姿子練一練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要屌打小梅是指日可待 那當然小梅輸了之後 希望他 我覺得他就會再回來找你 找淡水好了 阿 為什麼 為什麼不能找你 你那麼小氣喔 哈哈哈哈哈哈 是有什麼 是有什麼影集嗎 沒什麼 哎呦今天變得很收斂耶 對啊 以前都會講可不可以 現在都不行了是不是 唉 好啦 阿 總而言之就是 欸 這邊有說 連鳥死都開快打 怎麼說換你啊 快打台嗎 對啊 除非你 我覺得 以葉子的情況大概就是 如果有再出一支 很吸引你的DL7角色 你大概就會去玩了 像前一次那個 那個 對啊 那個連按的那個還蠻好玩 太簡單了 很簡單 欸對啊我覺得那之後 就當你的下一支角色了 很簡單對不對 是可以啦 連段的快感 放棄工作業人家 對不對 作業人家 那這可以作業人家嗎 可以啊 可以啊 不是不是 錢中手 就那個 丟那個東西 對啊 很不錯啊 簡單 可是我想要 玩壯漢 他蠻壯的啊 你不要看他很壯 壯 他要比老商壯啊 他再過兩個月就變壯了 你不知道他 你不知道他是那個嗎 生化人 對不對 長很快是不是 再加東西進去 對啊 原本能看角色公佈前 還是一個小 人家小隻的人 對啊 那個國中只能這樣 因為我們角色一出來 他媽變壯漢了 欸這三變得Hugo那麼大隻 是不是 會不會還光線也會走啊 不錯 可是聽說 下面那支的 不是之後 今年要出的新角色都出來了嗎 是堅硬 剪影出來 但是還不知道是誰 還不知道是誰 今年會出的全部都是新角色 都是新角色 都是男角嗎 有一支是女角 有一支剪影是女角 好像是下一個月 就是接下來 第四支啊 我個人認為是貝卡欽衛隊那支 拿刀的 很像忍者那個 拿一個大刀的 就是他故事模式裡面有一個拿刀的 有一個拿刀的 對 你是說他有帶面具嗎 好我記得不是面具那個好像是 面罩還是什麼 就是罩下面的 好像是 有點像忍者的感覺 反正就是拿大刀的就對了 好 那 講到這邊呢 就是我們其實昨天還有在 八樓聚會繼續進行我們那個 積分賽的部分 那可是 因為昨天 有一位女主播 突然出現了 就是我們的雨薇 雨薇她是快打聚落這邊 算是積極在培養的女主播 那她其實原本是專精在FPS轉播 例如CSGO或者是Overwatch這些遊戲 那昨天也來現場 因為我們 在6月底呢 有跟她合作要 就是我石頭還有雨薇呢 我們三位要 轉播 這一次屏東在6月25號要辦的比賽 這樣子 EGC EGC吧 我記得是EGC的比賽 好像是 所以呢 雨薇這次難得來八樓聚會 就是想說 我看到她來 我就想說 有機會讓她跟我合作一下 我們稍微培養一下默契這樣子 嗯 然後結果我沒想到呢 有人趁我上廁所的時候呢 做了一些不該做的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影片 什麼時候 就是 玩的不是高度 可是很喜歡看比賽 很喜歡看比賽 因為我喜歡就是 就是那種節奏比較快 然後就是很快可以分身 那我打的節奏算快嗎 算啊 我打的節奏算快 所以妳這樣喜歡我 喜歡我的玩法嗎 我喜歡 唉唷 可以了可以了 他都喜歡了 等一下可以去看電影 又看電影 又看電影 可惡 sorry sorry 唉唷 我覺得快打 好不容易要出現一個女主播 你知道嗎 我這個 我這個位置 站了多久 你就這樣子 要把她毀於一旦 上來主播台 每五分鐘都開始在知人家 你這樣對嗎 唉唷 你會害羞喔 你會害羞喔 你這形象不行啊 這形象不能經營下去了 你想說越南 打敗卡斯東口 拿個第五名回來 哎呀是怎樣 就可以開始這樣肆無忌憚了 是不是啊 我覺得你 我覺得做人還是要謙虛一點 好不好 今天很 今天基隆東不在 就想說 你應該可以 很好大放爵士 因為沒有人會嗆你了 結果你今天不好意思了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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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還是等基隆東回來 可不可以不行 欸 雨薇後來是不是拒絕你了 沒有啦 她沒有正面回覆你 她沒有啦 我們原本就認識了 你知道我後來 我知道啊 因為其實我們私底下都認識了 就是我啊 雨薇啊 我們其實都算認識一陣子 對啊認識一陣子 那 我後來就問雨薇 因為雨薇到後來被你 弄得有 也不是說弄啊 就是跟你合作的時候 他變得有點不知道 去怎麼接你的話 尷尬 他完全不知道 他完全不知道 怎麼回覆雨薇 然後我們直播一結束 然後我就問雨薇說 欸 剛才是 大概是怎麼樣的情況 我就問雨薇 而且是說 欸 他是很想跟 YOLO像平常那樣子 喇賽講 可是他覺得 他又那一瞬間又不知道說 這樣子 在主播台上面這樣子 兩個這樣子嘻嘻哈打鬧 可不可以這樣子 所以他 因為他之前都是主播 都是比較正式的賽事 對對對 就是他播比賽的時候 他是比我還要更正式的那一種 他那種會就是 像展元那樣 對對對 一板一眼的那樣子 因為他以前的比賽就是那個樣子的 播報風格 所以來了一個諧星 他會突然不太習慣 諧星 真的 來了一個快打正進一 不太習慣 然後還動不動就 騷擾 言語騷擾人家 這樣子 我想要培養一下 他在主播台的靈亂不違 就是應變處理能力是不是 有他靈亂就一違 靈你在唬爛 靈亂就違 靈你在唬爛 好啦 我是希望以後 雨薇可以 不要因為這一次 屏東就看不到他人 在你的家鄉播報 對不對 如果那時候屏東 你又不願意上廁所 然後換金龍東上去 我是絕對死都不會讓他上去 我跟你講我死都不會讓金龍東上主播台 我覺得他上去也不敢做什麼 惡寶來康出聲 對不對 他要收斂一點 沒有他就是把惡寶丟給他老婆 然後自己下去上去 你太不了解他了 好像也是這樣子 好像也是這樣子 好啦 那我們今天其實 時間差不多 我們還是要來看一下 這個禮拜有 新的影片可以看一下 就是有一些新聞資訊 第一個就是 這個大概有一段時間了 就是KOF14呢 宣佈即將會推出 Steam PC版 我們來看一下影片 請大家看過來 ISNK公務頻道開始了 我是這個節目的主持人劉靖諾 今天為大家帶來了超棒的商品了 國人國人 今天要向大家介紹的商品就是 所有權侯文家期待已久的 The Kingdom Fighter 14 Steam Action 他太激動了吧 而且我也在遊戲中出演了 明天君這個角色 請大家多多支持明天君喔 明天君 啊講話這個是明天君的配音 明天君是怎樣 那個 拿著一個睡覺整個那個 喔 那個女生 喔 那個明天君喔 對 說到拳皇其美麗之一 就是壯大的世界觀 和故事劇情 明天君是用說過很配音的 本作作為拳皇人 全新開篇之章 超越傳統 對 可是他中文講的 即將從此拉開帷幕 這個可愛的男孩子就是明天君喔 她是男孩子喔 對啊她是男孩子 可是我都是女孩子 沒有啊 片音也是女的啦 喔 對 明天君的CP 對 是日本人配的 啊這個明天君的配音員也是 呃 今年的KF14的 比賽的司理 喔 蠻蠻厲害的 我有點 稍 趕快Google一下 看一下明天君 配音 殺技 Climax Chancellor 以及各種精彩連段技能 使用褲炫連段擊倒對手吧 還沒忙 另外還有各種多彩的遊戲模式 以及能與好友共同遊玩的 Party Battle等充實的線上模式 不管是一個人還是和好友家人一起 都可以盡情享受本款遊戲再來的快樂 當然 唯有在玩 本節目充滿資訊的為您強烈推薦 全皇室4 CM Action 這次購買本遊戲的玩家 將可以獲得 草雞精 吉斯霍華德的DLC服裝作為贈品 另外還未想深入體驗全皇室4的玩家們 準備了滑頓的捆綁套裝 Delight Pack 捆綁套套裝 套裝中不僅包含剛剛提到的草雞精 吉斯霍華德的DLC服裝 另外再服送 巴神安 麻功雅典娜 納可露露 順也恩 還有庫拉 牛千鈞 希爾威 安希爾 還有四個DLC角色也全部服裝 您將可以使用威服 山崎龍二 維尼莎 還有洛克霍華德 Lex Pack操作角色攻擊54人 以此跟其他對手拉開差距吧 還不僅僅這些哦 包括DLC人物在內的角色設定資料滿載 粉絲必備的電子花策 另外收弄了最新樂曲的電子原生彈 以全部捆綁出送 在這裡 我再為大家強調一遍 這驚人的特點內容 DLC服裝10套 DLC角色4人 電子畫冊 還有電子原生彈的豪華捆綁套裝 DULECT Pack 當然也為大家準備了 實惠的價格 還有還有 為了今年本次全皇14 Steam Edition的發售 預約即可享受折扣價 2017年6月15日之前 購買通常版或者DULECT Pack 都可以享受八折的優惠 八折 另外一月的玩家 還可以參加遊戲的封閉測試哦 那麼全皇14 Steam Edition的售價究竟是 請大家到Steam商店去哦 一定要去哦 這一個配音員是 我印象很深刻 他就是今年ET跟那個 魔王 我們去參加那一場 KOF14世界大賽 的司儀就是這一位 司儀哦 對就是司儀就是這一位 那 他是中國出身的 然後在 日本的深幽學校出來的 哦 所以他 他是正直配音員 然後 因為他是中國人 所以他會講中文 然後日文也講得很OK 那一天 然後再請他搭配另外一個 會講英文的 阿兜阿這樣子 所以那一天的比賽就是 中日英 三個語言 三個語言都有這樣子 好棒哦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SNK他的企圖心態 就是在KOF14 他有投注了相當多的資源 以及比賽的部分這樣子 那 這一次當然KOF系列在 中國這邊也是有非常大的市場 大家知道KOF系列在中國那邊 已經流行很久了 雖然說還在玩酒吧 是 但是 14目前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是還不錯的 所以這一次Steam版推出 也特別請來這一位 聲優來幫他們駐全 就是要打開中國的市場 因為你也知道 中國在推PS4跟 XBOX1會比較難推 比較難推 因為他們畢竟還是PC為大眾 對 不像台灣的家機這麼的 互片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Steam Edition 一出來 中國那邊也許 玩的人會變得比較多一點 雖然大家知道 小孩跟 就是那幾個KOF中還是很強 對 包子那些的 包子是台灣的 包子是台灣的 Excuse me 雖然說他在中國的平台直播 這樣子 對啦 好 那再來就是呢 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大家可能比較陌生一點 這個是 PS4的亞洲日文版 夜下轉身 預計在2017年7月20號發售 所以我們看一下影片 這很不錯 噢 冰風本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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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是系列作嗎 對系列作系列的 好 夜下轉身 有什麼 角色都很中路呢 那還沒配音類 不然有列配音主啊 不要寫 就開了 趕快 那我可以 電線 用刺激 但 為什麼 但是 我會被 超中二的 這個超中二的欸 黑白兩色欸 對啊 超中二的 如果我有玩 我一定玩下去 黑白狼軍女生版 他們這種角色都會越強 其實這個系列在台灣也有一部分的玩家在玩 喔 他蠻強的 郭維基這個也很強 郭維基卡通哥都蠻會用的 這個是夜下降生 EXE Late ST 預計在7月20號發送加用版 也就是說這個應該是大台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應該是 我沒記錯的話 那其實這款遊戲在 如果觀眾有興趣也不用擔心說找不到人玩 因為其實台灣有相關的討論區 就是大家去搜尋一下 這個找一下都會有人帶你入門的 因為我有認識裡面幾個玩家 這樣子 他們都很希望這個遊戲可以在台灣有更多的人玩 就像目前的 升旗獅子戰 像前一兩天也出了家用版 最新的RAV2 也出了家用版 然後BB的聚會明天也辦 其實台灣的格鬥系 的聚會一直都有 只是比較小眾一點 但是我覺得今年 我覺得今年因為隨著快打5的風潮起來 所以慢慢的其他格鬥重也開始有變多 有有有有 就是這些玩家都慢慢願意走出來跟大家聚會這樣子 然後我是覺得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大家也要期待一下我們今年鬥魂 也會除了快打旋風5之外 還會有其他比賽的項目 這個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至於詳細的部分 因為還沒有確定的資訊還不能多說 那就請大家隨時關注我們節目 再來就是 這邊哈魯有找到一個網友製作的MOD 我們看一下 WOW 柯林的MOD服裝 我看到這影片我還以為是官方的 很像 對啊 柯林這套衣服是誰的啊 有點熟悉 對啊 這套服裝 蠻伴手 打吧 特利貝爾 喔那個 Overload的那一隻 Overload Overload的那個秘書啊 喔 可是他是這個顏色嗎 他是白色沒錯啊 白色黑色啊 對啊 OVERLOAD 又有人說是三任 OVERLOAD OVERLOAD是不是 今年要出2技啊 要出2技了 前任劇場版啦 2技 2技我知道要出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年 所以我 好像是今年 那部真的超好看的 好看好看 因為我是今年才看的 是喔 我今年才看的 超好看 超好看 因為新出的時候我記得 我那時候是沒空 喔死神的喔 死神的 死神的 死神的三任是那個綠色頭髮那一隻嗎 你是說那個死魚眼那一隻喔 不是吧 綠色頭髮他不是死魚眼 還是還是綠色頭髮 原本是小 原本是小隻的 欸死神真的隔太久了 死神那麼多角色 死神角色也很多啦 我都不記得 我現在只記得藍藍 我記得是對 綠色小隻的 然後後面 後面就是變大隻 綠色頭髮是不是 綠色頭髮原本是小小隻 因為我忘記了 印象中啦 我忘記了 死神這樣好久了 只能說玩家做的MOD 都是無邊界的 你知道他為什麼 就是PC版都 一直會有一群忠實的人在玩 對 雖然說我們還是會 會覺得說家用版比較穩定一點 但是PC版能夠改的模組 這是你自己在玩的時候 就會覺得很爽啊 你看PR自己在玩的時候 不是也改一些奇奇怪怪的模組 對 所以連場地都可以改啊 對啊 對啊 所以我有看到有人分享 那個爪子的那個鐵網 那個是真的 那個是真的 真的 那個是改版後要出來 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講的 就是關於那個新場地的部分 我們會再 等一下有 等一下有 我們等一下會再分享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 就是鐵拳也宣布了 因為大家知道那個 家用版其實要上 PS4的平台 就6個月的時候 那他也在 這一次上架之前的宣布了 會舉辦 世界巡迴賽 也就是說呢 這是第三個宣布會辦 世界巡迴賽的那個 世界級的格鬥遊戲 格鬥遊戲比賽 就是第三個 第一個是快打 那第二個是 其實嚴格說起來 KOF算嗎 KOF有 有算世界大賽 對不對 他也是 每一個地方選了兩個玩家 然後到最後 積極在一起這樣子 那 Arc其實也算有 Arc也算有 那其實鐵拳 算第四家這樣子 那 世界巡迴賽 他的規模呢 我們來看一下影片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好 這個是鐵拳昨天 昨天來公佈的 就是世界巡迴賽的消息 那 其實模式就會跟大家熟知的快打旋風比賽會有點類似 我們看一下圖卡 有嗎 有的圖卡嗎 有啦 這是半タイナモコン跟twitch 所以合作夥伴 其實這個 網頁 大家看下面有中文字對不對 其實這個網頁它已經做好中文版 就是官方的繁體中文版 所以大家去找鐵拳的World Tour 就可以打這些關鍵字 就可以知道這些資訊 那就是一樣 每週歐洲亞太地區進行地區賽事之後 然後來進行世界總決賽 那優勝的人將獲得地表最強 鐵拳七冠軍玩家的頭銜殊榮 那現在就可以進行報名了 也就是說接下來 會有一些在國外舉辦的比賽 好像是我們提到的Combo Breaker 然後接下來是CEO Combo Breaker好像沒有 Combo Breaker沒有 CEO會有 然後再來就是EVO CEO就是那個在美國 美國也是蠻大的 摔角擂台的那個比賽 在摔角擂台上面比賽的那個比賽 那個鐵拳七就算在其中一個項目裡面 然後你一樣是冠軍可以獲得 參加世界總冠軍的資格 所以目前就是開放報名 對就是只要你知道說你的國家 或者你可以去的地方 有舉辦這些比賽的話就可以報名 那如果大家進去這個網站也會發現 10月的鬥魂有把鐵拳這個項目加進來 我們很開心鬥魂這一次也成為了 鐵拳七官方所指定的舉辦賽事 在亞太區 台灣 所以說我們這一次的鬥魂 除了快打旋風5是白金賽事等級之外呢 他也有分等級鐵拳的部分 我們是大師級 大師級 所以我們的積分 這一次在鬥魂拿到的鐵拳冠軍呢 可以獲得我記得是300分還是400分 反正也是蠻高的 也是很高的 就類似白金賽等級這樣子 詳細的資訊大家可以去官網看一下 我覺得這對台灣的鐵拳中環獎算是一個好消息 因為隨著家用版出來一定會有很多新手進來 然後又有比賽豐厚的獎金跟頭銜這些 都是吸引玩家可以去加入的要素 我就覺得 再加上其實Sony這邊也很用力的在推廣這塊遊戲 我就覺得今年 除了快打旋風很受到大家矚目之外 我覺得大家可以看一看鐵拳的比賽 其實鐵拳比賽也蠻精彩的 雖然說是完全不一樣的遊戲 對啊 概念完全不一樣 有沒有想要摸一下 有 我應該會想要摸一下 不過我應該會是還是選擇摸好鬼 又是好鬼 怎麼跑來多玩鐵拳還要玩好鬼 因為鐵拳的招式真的很難轉 我以前就嘗試過了真的是 因為它那個不是轉的它那個是要按對組合鍵 連段不好記 忘記一個連段就要花一段時間去記 門檻稍微高一點 門檻剝削比快要更好 原本還很擔心就是 因為畢竟我們推快打推了已經快兩年 一年多啦 快兩年了 蠻擔心突然後面會有點 就是後繼無力 我跟你講這個格鬥遊戲 一直就是前部後繼的 它的更新不會輸給其他遊戲 甚至我們 其實我們在市場上面看到格鬥遊戲的 新的一直是出來的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市場比較小的關係 所以會覺得說好像都是一直在玩同一款遊戲 但是其實還是有很多很優質的遊戲 是值得玩家去做投資跟注目的 真的 我就覺得很不錯的 聊天子不要再聊粽子了 跟大家說其實我們的BioPOW 已經快要到100集了 真的耶 對我們已經要到100集了 上次有提過嘛 所以上次有說過就是 面臨到快100集 所以我們會陸陸續有一些活動是 在慶祝麥卡貝 我們拜託系100集的活動 那從這禮拜開始 會從我們贊助的觀眾中 抽出幸運的人 然後來參加我們的第100集 是來現場嗎哈魯 對 我們不是還在規劃嗎 現場 可是我們100集要幹嘛 還在規劃 還在想是不是 還在規劃 我們也太老實了 我來這邊唱歌好了 應該說來了你們就知道了 這樣子 來這邊聯誼吧 比如說來這邊可以跟葉子 他們要站住 然後重點還是他們不知道過來幹嘛 如果過來要被整 來了然後跟我們一起玩 過來被葉子雜派這樣 雜派就先回去了 來了跟我們一起玩中級密碼 一百集大來雜派 不是啊 來了還要被整 那不是很靠北嗎 因為要玩那個滿清三大酷刑之類的 你知道那一天我在電玩爆爆的時候 然後就是UZ跟Soubet兩個來 那天謝潔玲就把那個 麥卡貝所有的電極用具都拿出來 我就發現說三個東西有多玩過 好硬喔 三個東西在我們節目都玩過 發現哈魯對我們真的很 我都沒玩 那個按的那個我 我在電玩爆爆玩啊 這超靠腰的 三個電極用具我都玩到好不好 真的是最氣的那一種 所以一百集特約企劃 我覺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可以期待一下 然後我們會再規劃 那如果你覺得抖內可以支持我們節目 讓我們節目更好的話 就歡迎大家抖內 那再來就是我們還有一些小小的東西 就是我們有說過要告訴大家 就是比賽的資訊 從第一個 就是剛好是照順序來 就是時間上面的話 明天 禮拜六 早上 台灣時間五點 就是Eleague的決賽 我們來看一下圖卡 好 Eleague的決賽 那個百分比好像是賭盤耶 就是大家猜說誰會獲勝的幾率這樣子 蛤 美圓那麼高不合理吧 沒有啊 美圓本來就是人氣王在國外 沒有啊 沒有啊 他有一個信徒會說 有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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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自中國的小孩 PRBlog來自美國 MOMOCHI來自日本 以及最後一位我們WALKFRONT 來自LALA 來自美國 來自LALA 總共八位選手要進行最終的總決賽 這個長期兩個月 長達兩個月半的比賽 終於要在這邊畫下句點了 八位高手 一雪之雄誰會勝出 記得明天早上 呃 凌晨五點 可以看一下Eleague的轉播 那我的台也會host 大家可以在我的台中文聊天室 我相信大家各有各自支持的人 那 YOLO你覺得誰比較有機會贏 PUNK吧 PUNK嗎 但以剩下的對手來講 目前看起來他的氣勢真的是 因為 那個圖卡上面的人 他應該都打贏過 對 圖卡上面的人 他幾乎都沒有一個難打的 那覺得冠軍活潑 那葉子裡 不知道 拆個小美好了 FUTO嗎 其實FUTO也是 最近的比賽都有打到後面 對 可是就是差那一點點 都差那一點點 FUTO也是蠻可惜的 那我個人覺得 也許 媒員會在這次的比賽展現出他的王者風範 有可能 有可能 你看他藏了很久 你看他澳洲CPT有去 但是 就被那個鏡子玩死了 被自己射死 被自己射死了 射完然後都笑了 對啊 Marco直接笑倒在地上 TOKIDO也笑得超開心的啊 那三個就是TOKIDO、FUTO 沒有沒有 TOKIDO、Marco、奉獎 都是坐在後面第一位 在台下看 鏡頭一take都看到他們三個笑翻了 笑翻 Marco直接躺在地上笑 我完全不留情面了 好 第二個就是 大家最受瞩目的 大家最瞩目的就是 紅牛鐵龍戰 我們來看一下圖卡 明天下午4點 當日預選會做host轉播 一樣在我的台 當日預選呢 不會有RB 但是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大鳥跟那個 Tachikawa 兩位值得注目的選手 再來就是 禮拜天 8點15 16強 中文轉播 會有我跟石頭 以及那個 石頭 我石頭跟Tommy 還有淡水人 你跟石頭 跳 跳 跳了一下 跳了一下 就一樣 這次紅牛轉播是在我的頻道 大家不要跑錯了 那 我Tommy 石頭淡水人 我們會做兩組搭配 因為我們 這個比賽播完 不到兩個小時 就再接著播 另外一場比賽 就是我們美國白金賽 對 所以呢 這次找人來幫忙 要不然只有我跟石頭兩個人 要撐十幾個小時 應該撐不過去 這個比賽呢 預計會打到凌晨4點 所以大家要準備好你們的宵夜 好 我們接著來看美國白金賽的部分 好 美國白金賽這個是預計的賽程表 然後 那 二十七應該是禮拜六 禮拜六凌晨4點 欸 也就是 不到 不到八個小時了嘛 對不對 現在是幾點 現在是快八點 呃 對 八個小時後 八個小時之後就是預賽 第一天預賽要開始了 然後 這個沒有轉 這個沒有中文轉播 就是做host 做host 會在 這個的host 會在 CAPCOM FIGHTER TW 那一個頻道做host 大家可以去那邊看 那 禮拜六的部分呢 凌晨1點 第二天的預賽 然後第二天的預賽 一打完就會直接打 六四到十六強 也就是說這個部分都是做host 那 二十九號禮拜一 早上六點半 會做十六強的轉播 這個是中文轉播 提醒大家不要錯過啦 我們英文轉播跟中文轉播呢 就如這邊 我們網址有看到 台灣這邊有參賽者有小象 然後有小寶 小象是幾組啊 C 是不是 C C跟G 所以小象是第一天 小寶是第二天 對 這樣子看就沒錯 剛好兩天都有人可以看啊 所以大家可以全程鎖定啊 真的是比賽滿滿的 你看 時間亂七八糟的 我覺得如果搞不懂 反正就把盧比爾台開著就對了 反正就把我的台 跟CAPCOM FIGHTER TW那個台 兩個台這樣同時掛著 看哪邊有聲音就看哪邊 對 哪邊有聲音就看哪邊 對對對 然後想睡覺的時候就去睡著 然後那個聲音就會自己 噢噢這樣跑出來 嚇醒了就可以看了 當鬧鐘 對真的當鬧鐘 這個是真的是不讓你睡 好 好我們接下來要稍微休息一下 我們休息五分鐘 廣告之後回來呢 會先進行一個 大家從來沒有 這個是算是我們新單元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我? 真的不用擔心了 會不會 想睡覺 那你怎麼收拾到 是嗎 是嗎 我呢 我呢 是嗎 就不用擔心 是吧 是嗎 我呢